通过腹部的辅助小切口 外科医生将套管直接置入至腹腔 手术器械就可以通过套管进入腹腔 外科医生通过腹腔镜检查腹腔脏器 通过吻合器使胃形成一个小的胃囊 这个变小的胃囊在进食少量食物后就产生保障感 小肠被分成两部分 下端的小肠直接与新形成的小胃囊相连 这使得食物直接进入小肠进行消化 减少了能量和营养的吸收 上端的小肠直接与下端小肠相连 肝脏和胰腺分泌的胆汁和胰霉 确保食物被充分消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